Hot! Hit! Haa! Let's Unboard! 我是爆霜兄弟的雙風 不好意思,因為有些帶病起來了 所以這集的聲音可能難聽一點,不好意思 好啦,今天跟大家爆霜的就是 是 好啦,對比上次的牙狼也有一段日子 差不多半年的日子 它很搭檔,這個Sero 終於推出了,即是他們所說的絕狼 好啦,事不宜遲,運輸輯沒東西好看的 馬上跟大家打開它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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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a! 嘩,好緊張啊 鎮骨雕 出來! 你看看 嘩 嘩 我還跟上次牙狼也想跟大家說一次 你看看這個紙 嘩,鎮骨雕制法是用了類似乳公慶太 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是否是乳公慶太提字 但用了乳公慶太的那種感覺 那些毛筆字,嘩,漂亮得黏筋 好啦,這樣吧 它跟拉打有些分別的 拉打就像iPhone 這個就不像iPhone 很帥 黑色做主色 好啦,先打開它 廢話少說 嘩,嘩,嘩 嘩,嘩 對不起,還有一邊 嘿嘿 OK 滾了,我看不到 好耶 那這個呢 相對起 牙狼呢 就會低調一點 因為 那下面那個配件就是這樣 稍後跟大家玩一下 不是那麼多 不過大大把箱都很棒 好,相對起牙狼呢 那 遮羅絕狼呢 就有 低調一點 因為上次牙狼 就碰到金 我上次跟大家說 嘩,有些閃到眼花 但是這次呢 就配了一隻 叫做 有些 啞色少少的銀色 那 我覺得這隻銀盒的好處 不用每次都 好像 閃光那樣 那些土豪金 那樣 那麼亮的 好,讓大家看看 那 同樣的問題 很多朋友呢 就說 很肥 又說他頭大 很肥 那又要好沉氣 說多次了 真骨丟呢 其實就是 為什麼叫真骨呢 就是用回真人的骨落 身形 比例 去做一個 懸案 設定 那所以呢 它是模仿一個 演員 去穿一套 盔甲的比例 那所以呢 會比大家 平時玩開玩具 真的會 操壯一些 那這些才是 正常人類的比例 來的 我給大家看看 很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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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呢 大家都很忙 上次 Visado 有藝術品 今次 Jero呢 都是一件藝術品 真的很漂亮 好了 之後呢 跟大家玩一下 配件 好 其實有 兩對手 不是太多 最重要當然就是 拿武器的手 另外呢 它有個小柄 就是把兩把刀 變成一把 配件少少 但是其實夠了 嘩 這個剛剛看得多聰明 剛剛我想試一下它的可動 那它呢 今次呢 大腿這個很尖的位置 用了軟膠的 那所以呢 這樣呢 它就會有少少拱起 就不怕刺花 或者弄斷的 嘩 挺好的 其實真的不需要 整隻東西都硬的 有些位置可以聰明少少 用了軟膠呢 那大家的動作 就不會怕 有影響會 整花一套 因為呢 這些銀色金色的東西 都非常容易整花的 OK 那肩膀方面呢 它也有一個 推出推入的 包裝的 所以呢 也不怕阻礙著肩膀 相當之不錯 那麼 以這個 這麼重裝甲的 玩偶來講呢 它的可動性呢 相當之不錯 那 也有些軟膠的位 就是我所說的 比上次的牙狼 又進步了 非常之非常好 那最後呢 亦都跟大家 對比一下 那個 上次的家羅 嘩 一個呢 很低調的 雅銀色 一隻 閃亮亮的土豪金 兩個拍在一起 嘩 雙廢影 但是呢 一樣都是非常之高質的 相當之不錯 好 不過呢 現在就 在換這個拿武器的手 那他呢 這個跟牙狼都一樣的 就是呢 他換武器的時候 哎呀 都幾麻煩 因為呢 這隻東西很吉手 哈哈 他不斷被他的肩膀 硬到的手掌 都幾痛的 OK 那試一下拿下把工具先 OK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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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斷了 不是不是 啊 嚇得我 沒有斷到的 他這個可以 因為他換柄 剛剛講的 他可以換一個 兩支刺在柄 嘩 嚇到我了 立刻 底褲都塞了 好害怕 這些東西都貴了 嘩 嚇到阿叔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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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呢 除了他不是特別硬的 但是呢 你也要知道 HF換武器呢 都要有少許力去迫下去 那變成 真的你要除了個柄 塞進去 你才刺上去 會好些 要不然呢 是不停地脫掉武器的 啊 OK 好 那就換了武器了 這邊一樣 很容易脫掉的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現在就 先進了個柄 然後再套把 刀仔上去 好 一陣子呢 有驚無險的 換武器 嘩 真是好害怕 雖然你這邊已經試過一次 但是這邊又脫掉一次 我心都怯一怯 大哥 好貴啊 一踢就嚇死人了 好了 那就換好了 嘩 嘩 漂亮得 真是 癡媽筋的 好漂亮啊 嘩 你看 兩個擺在一起 好漂亮 你擺在家 就可以震懾你的門口 可以有辟邪的作用 酷到 瘋 所以呢 嘩 雖然是貴少少 但是這兩隻呢 相當至高質 誠意推介 今天的 爆箱指數 9.5分 嘩 嘩 嘩 真是無懈可擊 上次Vsano 是藝術品 這隻更加像一隻藝術品 但是呢 扣一點點分數 就是始終呢 當然不關他事 始終是造型上的問題 那 有某些位置 都是 不是他屈不到 是我不夠膽去屈得太盡 所以呢 玩上來是有一點點 就勒著勒著 本身這隻東西都真的 皮為貴 所以我都不敢買得太過份 如果這隻是別人的話 就可能不同 這隻是我買的 所以就著就著 那另外呢 這些銀色 金色的東西 都是跟上次牙一樣 就真的很怕會花 那所以呢 心理上的關口 始終過不了 也真的不敢玩得太過份 那所以更加像一隻藝術品 就是呢 就不要玩得太厲害 擺到漂亮的姿勢 擺到呢 其實已經非常之足夠 那還有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重量感的問題 因為上次牙囊 都是這樣說過 就是說 這隻東西呢 雖然這麼重的裝備 但是拿上手 始終都是 覺得膠像很差的 很輕身 因為舊版 XHF那隻 牙囊 和這個絕囊 都是很重手 因為它有合金客士 我忘記了哪個位 因為我都沒有買到 我只是玩朋友那隻 這次呢 就全膠 那所謂的重量感方面 就真的有少少 呃 不是 那麼滿意 但是呢 這些只不過是我自己 雞蛋裡面挑骨頭 整隻東西呢 是相當之優秀的 也是我們呢 爆箱兄弟 一誠意推薦的作品 大家呢 若果可以能夠 起一個不炒價情況之下 入手呢 是相當值得買的 那如果各位呢 喜歡這個呢 遮羅 絕囊 和爺爺呢 喜歡這集的影片的話呢 希望你可以 like和share 還有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